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本周将进行隔离并远程工作 他同时提醒所有纽约人接种疫苗及加强针并接受检测 如果感觉不适应留在家中 护储前一天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 来自纽约哈德逊郊外奥拉纳州立历史遗址的照片 他参观了该遗址以及感谢公园志愿者 根据美联社统计 护储至少是全美第18位确诊新冠病毒的州长 最近几个月 全美几位州长均确诊新冠病毒 包括康州的州长拉蒙特和缅因州的州长米尔斯 纽约市长亚当斯此前于4月10日也确诊新冠 当天刚好是他上任的第100天 纽约的新冠病例最近有上升的迹象 根据CDC的指南 数周以来 纽约上周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的橙色区域 反映了严重的社区传播 纽约市上周也超过市府设立的中等风险的门槛 根据一份新的备忘录 MTA正在通过鼓励司机关闭后门 来打击公共汽车上的逃票行为 MTA的发言人多诺万表示 司机们被告知要限制所有80路线的后门打开时间 多诺万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政策旨在继续为乘客提供便捷的出口 并在没有乘客离开巴士时 同时通过减少后门打开的时间来阻止逃票行为 多诺万说 新政策没有覆盖快线巴士服务 Select Bus Service的路线 相关线路将继续鼓励乘客以后门上下车 MTA强调巴士后门仅用于出口 乘客将仍被允许通过后门下车 该机构还指出巴士的付费区仅靠近前门 而在后门打开时 从后门进入的个人无法支付车费 而且观察结果表明 后门进入的人士支付车费的可能性较小 随着Omni非接触式支付系统的继续实施 MTA表示当局最终将允许在所有巴士上 进行全门上下车并设立付费系统 皇后居仰矮家一名妇女在母亲节 发生的一场肇事逃逸事故中 被夹在两辆停放的汽车之间 她于周一早些时候去世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案件 死者为49岁的弗洛伦斯恩乌 事件发生于周日的上午8点30分左右 地点位于皇后区杨满家南部 当时一辆被盗的福特F550卡车 在167街和120大道上尝试掉头 并撞上数辆停泊在路边两旁的其他汽车 导致包括恩乌在内的少数邻居 步行接近卡车查看 卡车驾驶者并没有停下 并继续离开现场 猛烈撞上一辆停泊着的汽车 恩乌走壁不及 被夹在两辆汽车之间 卡车司机则肇事逃逸 事发之后 恩乌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她的侄女表示 恩乌的心脏此前曾停止两次 并被救回 但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涉事卡车于距离事故现场 约一英里处被发现 停泊在一所教堂外 摄像头画面显示 驾驶者在停泊之后下车离开现场 纽约市警周一证实 目前尚未有任何人被捕 纽约市警消息人士说 纽约市警的一名行政工作人员 周一早些时候 在皇后区的公寓内被男友开枪致死 警方证实 死者为51岁的奥尔特加 他头部中枪 在艾姆赫斯特医院中心被宣布死亡 他生前在曼哈顿一号警察广场的 纽约市警信息技术局工作 警方说 周一早上8点15分左右 在皇后区的李奇武则 棕榈街附近的仙堂路的家中 发生暴力事件 奥尔特加当时和他的男朋友打架 皇后区北区的警探副局长 莫里尔向记者表示 争执期间 奥尔特加48岁的女性邻居 前往事发公寓查看 她感到震惊 然后逃回自己的公寓 但暗中男嫌疑人跟着她继续开枪 她的腹部被击中 伤势严重 整个走廊和楼梯间都有子弹 奥尔特加的一位同事说 奥尔特加的女儿同样在市警部门工作 莫里尔说 这个家庭得到了市警员工 援助部门的支持 在这个困难时期 当局正在尽一切所能 为他们带来安慰 据了解 南嫌身穿一身黑衣 乘坐一辆有色车窗 且没有车牌的车辆逃离了现场 有点车达到市警员工程中 有点车达到市警员工程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